您好 欢迎收看十点不一样 我是黄兴化 带您关注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大骂林志坚是草包 不仅被自驾议员要求退党 又杠上了媒体人周玉寇 讲到标火器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用草包两个字 来凭前新竹市长林志坚 被党内追杀 那身为民众党车椅 卧底潜藏民进党的王世坚 也应该尽早退出我们的民进党 呼吁党中央应该尽速 做相关的党纪处分 要开除王世坚党级 这个效率是真的很高 要开除就开除 我不抗辨 大酸验收球场效率都没这么快 但要比谁ph直低 新竹议员也不遑多让 奉王世坚是被政治耽误的宋依咖 林志坚更比较适合当宋依咖 他长得帅 我不是 我是野兽 这切都因王世坚引用高宏安的数据 来骂林志坚引发绿营内战 连媒体人周玉寇也加入 批王世坚老男人爱作怪 要他道歉 还说自己比王世坚年轻 三十岁腰围也只有二十六寸 是几年前吧 我还看他在谢长廷的竞选总部前 在地上爬不是 我尊重七十岁的老太太 她的一些看法 我一向都是敬老尊贤 我要道歉说明的对象 是非1450 非网军 非名嘴 非侧翼的社会大众 被绿萎剿 遭遇犹如党内姑鸟 高嘉瑜 这感受王世坚最懂 先呼吁别霸凌高嘉瑜 不过 在发言的过程 任何人都应该基于事实来做评论 我评论的都是事实 我们每个人本来 就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要不然难道我们是共产党统治吗 王世坚的苦口婆心 不见得被接受 先沦为绿营公敌 PVBS新闻 罗氏旁 李平台北报道 而在立委补选胜选过后 王洪威抛出了 在野大联盟 似乎也在总统大选前 先敲响了蓝白河 我对侯市长有信心 我们可以采取 更一个就是海纳百川的一个方式 所谓的百川 指的正是郭台铭和柯文哲 为了让国民党赢得2024 王洪威建议在野大联盟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胜选方程式 对侯市长也是非常好的 未来谁是最强的人推出 那么我想所有的在野者 应该都会共同的来支持 那至少我们不会到时候 出现两组人 削弱我们自己的力量 看似提侯友宜抬教 却也被质疑是否在帮朱立伦逼 侯友宜表态 侯家军的呼吁耐人寻味 只是说到在野大联盟 民进党在2014年是内部先初选 甚至再去跟柯文哲比拼民调 但当年的柯文哲 才四年就跟民进党决裂 有了这前车之剑 王洪威的提议 当内不敢大意 很多事情不是一厢情愿 国民党要结合的是 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而不是光光想要赢而已 我对在野大联盟 就是两句话 主观有期待 但是客观没有条件 我不太确定或者不明白说 要有什么东西 可以去跟民众党交换 毕竟柯文哲第一时间 冷处理 看来柯文哲暂时兴趣缺缺 前财长苏建荣痛批 普发现金是假议题 但隔魁苏贞昌说 这跟他的规划没有不同 说是年年有今日 就不知道明年是否还有今朝 因为内阁改组声不断 更传出苏魁已经在打包 收拾行政院办公室物品 没有多做回应 政院则澄清院长办公室 没有打包 是针对年节礼品安排包装 据了解立月预算 何时通过将是关键时间点 只是苏贞昌的去留 似乎越发现端倪 任何会主委陈吉仗就透露 苏魁说未来 他若回屏东养猪 愿意当助手 还传出改组时间点 将落在农历圈节前后 这态度似乎也有松动 这是苏贞昌的还税余民 普发六千 就连前阁员都不以为然 还税移民是假议题 民是这一代人 也是下一代人 我们这一代是举债来花钱 有多的收入 你还要借更多来花吗 如果有多的收入 我应该要还给下一代 有没有不同小苏大苏 不同看法 苏教授和苏院长 意见很咵异 乌克兰的东部战线告急 哈尔科夫接连遭遇 俄罗斯的轰炸 导致了死伤 但是往南到巴哈姆特市区 也发现六成都成为了断圆残壁 在经历三十六小时停火之后 俄军的炮火也有升级的趋势 身体蹲低慢慢前进 发现敌人抓到空档 架好监射火箭 巴哈姆特乌军就在瓦砾废墟中 一间一间房子 找敌人踪击发动突袭 还要随时小心俄军火力反击 最前线士兵游走灭敌 也要有中长城火力支援掩护 乌克兰牡丹自走炮 顶着巨大的203公里口径炮管 穿梭巴赫姆特 只要收到敌军坐标 随时准备开火 前线打得火热 但在巴赫姆特人耳里 远方传来的每一响炮击 都恐怖又刺耳 在1月7日 东正教耶诞节当天 巴赫姆特居民聚集在地下室 吃传统点心过节 超过六成房子 移为平地 交战好几个月 俄军战机少得可怜 拿下外围小村庄 却攻不进巴赫姆特 俄军果断换鞭打 先攻巴赫姆特以北 掏出来的居民描述惊悚现况 不止乌宗 南部赫尔松还是战区之一 摄影镜头跟着乌军飞官 出任务 攻击直升机起飞 前往俄军位置 瞄准发射 直升机必须随时起飞出动 当时为了送医疗资源 惊险飞往被俄军控制的 马里乌波尔 只是就算离开战区 人身安全还是时刻受到威胁 阿尔科夫地区早就没有俄军踪击 但还是空袭轰炸的目标 周一俄军火箭一炸 市集被炸成一个大洞 又是S300惹的祸 不止是其全毁 旁边药局玻璃也被震碎 这起空袭造成两人死亡 五人受伤 幸好是其心急功休 不然死伤可能更惨重 战争的残酷破坏 从空中一览无遗 虽然复原工作已经开始 但居民们心中的阴影 没办法轻易消除 TVS新闻众号报道 俄罗斯神称以飞弹攻击 见面了600名的乌军 但乌克兰正式回击说 这是俄方的造假宣传 要转移国内反战的压力 根本在说谎 不过现在入洞之后 乌尔战争也成为了酷寒之战 天寒地冻的程度 俄罗斯出现了达到 负39度的低温 摩斯科红场 知名溜冰场 看不到半个人影 原因竟然是天气太冷 вот товарищ не заелся приехал помочь 摩斯科上个周末 气温下探射市 零下26度 俄罗斯全国急动 中南部 80科尔托斯坦 来破当地记录 冷到不行 各地冰交比赛开办 社会务战争影响 今年参赛主题 军人武器变得相当热门 来自卢干斯科的兵雕师 自己就有参战 不过正因为低温飘雪 为无战场起了变化 乌克兰市民说 一片白色世界中 敌军更好找了 乌克兰国防部影片里 士兵在雪地一下剥比掉 一下拍手 无地挺身 只是雪地战场 容易找到敌军 自己同样也将被发现 而俄罗斯国防部天天释出最新战争片 两座152毫米口径自走炮同时发射 里边还有铠甲飞弹系统待命 不只宣称主宰前线 俄军前一天还说一口气炸死600乌克兰士兵 夸大甚至说谎似乎已经见怪不怪 俄军狂打资讯战 西方国家用军援来回应 美国和德国联合送乌克兰两款战车 弹光战车恐怕还不够 西方各国都在期待德国 能给乌克兰爆二式主战坦克 德国优秀坦克很可能让乌军在巴赫姆特取得更多优势 但德国当局已经表态 现阶段并不考虑军援爆二坦克 TVBS新闻众后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美国天安取得了华府智库 CSIS的台海战争兵推 假设2026年共军入侵台湾 结果显示除了国军 美军共军还有日本自卫队 伤亡惨重之外 美国可以惨剩 但是共军跟他都是两败俱伤 陷入瘫痪 而台湾基础建设 还有电力设施 可能都被破坏殆尽 成为没有建设的荒岛 解放军歼16战机 悬俗升空 目的地海峡中线 8日解放军再度于台海周围军演 出动战机骚扰海峡中线 东部军区的武装直升机 火力支援 更重要的任务就是 投放部署空降部队 解放军司马昭之心 命人皆知 直升机能够直接在 两栖攻击舰上起降 解放军整合三军演练 抢滩攻岛 并设有大型物舱 具有较强的战略投送 和抢滩登陆能力 台海门前张牙舞爪 真的这么有把握攻台必胜吗 美国智库CSIS模拟24套 剧本兵推 假想2026年台海战争爆发 美国日本卷入战争 跟北京交战 在第一波打击之下 我国国军试图与爱国者 飞弹保卫领空 海军发射反舰飞弹 跟鱼雷阻止解放军 封锁台海 陆军则是全面固守 瘫头堡 反登陆作战 是最后一道防线 因为几乎所有的 兵推剧本中 解放军都会试图登岛 在美日联军的猛攻之下 最后只会鲨鱼而归 CSIS模拟开战 三周之后 解放军阵亡多达一万人 折损155架战机 跟138艘水面舰艇 葬送精心打造的海军 两棲部队遭到毁灭打击 几乎毫无胜算 代价就是玉石剧焚 美军自己也会阵亡3200人 两艘航舰 近30艘战舰沉入海底 日本自卫队损失100架战机 跟26艘战舰 本土的美军基地 也会承受严重打击 我国国军则是阵亡3500人 海军26艘战舰全军覆没 惨胜保住的是一座 失去电力的荒芜之岛 可能他在设定上面来 就是说整个战争 大概是在海空战的部分 打完大概就结束了 不过在兵推之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美军必须能够使用 日本的基地作战 日军势必无法置身事外 海上自卫队第三艘 最上级护卫舰能代号 身上海军的旭日旗正式服役 第六艘最上舰阿赫野号 去年底也完工下水 水下还有全新的大晶级潜舰 同时配置反舰跟对地飞带 都是为了台海有事的时候 能够制衡解放军 巧合的是日前日本第一空降团 与美军联合军援 就是模拟离岛遭到敌军占领 出动空降部队夺环作战 这回英国跟澳洲的散兵团 也首度参加 西方盟友联手围堵解放军的 海洋扩张 墨马力兵是为以战止战 一旦踏上烟宵不归路 只剩下惨输或惨赢的零河游戏 而面对对岸的军事 还有文攻武嚇的压迫 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吴玉山 他就说 在两岸持续紧张之际 研究习近平现象是重中之重 应该举举国之力来做 更多的分析交给记者李作恒 两岸情绪不同 现在研究两岸的议题 在大陆也成了险学 我们就来看到 在中国的大陆 大专院校是纷纷抢设 包含在2002年12月 中国人民大学 有一个诸国完全统一研究中心 另外在10月份的时候 华东师大也有一个台湾研究院 那么相比而言 其实相对他们的人才 完整有专门的学者 那么近年主要还是关注在 民族研究上 而反观台湾趋向是整并的 在2022年的8月 淡江大陆所是纳入了外交与国际 国关系决系 另外在2009年8月份的时候 文化大陆所则是和中山学术研究所 两个来合并 所以有来看到有评论就认为说 在台湾的部分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 多半是老面孔比较多 再加上缺乏诱因以及这个智库 也没有相关的建立 尤其是新南向的新旗 也压缩到了这个空间 那当然这个问题是 郑大东亚所特聘教授王信贤 他就认为比较担心的是 摄入人才的培养影响到的是国安问题 所以他认为应该需要更多的资源来引导 大陆设立这个相关的台湾研究机构 是透过官方引导的方式 那么课题当然相对的也是比较广泛 而现在中共文攻武嚇 预防台湾有事 我国也积极寻求万元 日本媒体就报道了 日本为了预防台湾有事 陆上自卫队的编整成为机动运用部队 有必要的情况之下 可以离开驻地加强西南部的防御 而南韩如果直接介入 又怕被中共暴富 但可以间接支援美军 北约方面可以在军事训练 还有国防科技与台湾交流 直升机空中火力压制搭配散兵空降 以及地面装甲机动打击 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艇团 展开二零二三年空降训练 机中管理成员 暗藏来自国军航特部的高官 陆上自卫队目前一共十五个师团和旅团 现在全部整编为机动运用部队 必要时能够离开驻地 为的就是沿防台海出事 能够快速应变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毕竟中共对台威吓 常常也一并侵扰日本 现在日本一系列军事部署 完全就是剑指中共 日本现在已经请全力在关心台海冲突 那他大概从十年前 中日开始有摩擦开始 他就把这个训练做成 岛屿夺环的想定 他就把整个训练场 想定成一个岛 然后他是空间让他岛上去 把这个被敌人占领岛屿抢回来 其实现在就是 他们就怕 那个中国攻台之雨 会顺便就占领像雨纳国岛 石原岛 贡古岛这些 有机场的小岛 不只亚太地区加强部署 现在连北约国家 都相当关注台海稳定 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 日前访台就提出 能与台湾合作的三大范畴 分别是网路经验交流 军事训练或联合军演 以及在国防高科技的应用 台湾与泛美盟邦 在台面下的军事合作 其实比想象之中还要密切 关键在于这些军事资源 要如何有效地输入台湾 还是得靠美国的整合运用 因此我们的建军方针与战略 常常必须受到美国的指导 才能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 无论是物资 军援 军事介入 甚至联合作战 涉及的层面越高 平时所需的事前准备 就越发的细致与复杂 但是根据北约的做法 他还是以美军的战略指导 跟他的战术为他最重要的原则 那也就是说你国军 就必须要运用美军的战略指导 跟美军的战术的原则 但是我认为在联合的演习方面 这一方面的难度非常高 那我认为如果在观念的沟通上面 在未来发生任何重大危机事件 大家有一个默契的培养 我觉得更重要 比如说未来中共假如武力犯台 而且美军介入的话 从联合作战的角度来看 他很可能就是美军指挥国军 或者是国军指挥美军 进行作战的这种模式 假如说双方没有办法 在这一部分取得一致性 那就会采取区域联防 比如说划分责任区的 这种协同作战的方式 可是即便如此 他也牵涉到 那整体的防卫构想 作战构想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在美国主导下的建军策略 台湾的自主性势必降低 有些项目是为了美国整体 印太战略布局而考量 不见得符合我国本身利益 其中权衡拿捏 势必得做出取舍 那事实上美国想要主导台湾的建军方向 还有我们的如何自我防卫的 这个迹象越来越明显 那去年拜登政府在6月的时候 国会听证会也再度重申保证说 美国不会再对其他国家输出地雷 可是就在不久之前 美国政府却准备把他库存的地雷 军售给台湾 那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不只要主导台湾的建军的方向 甚至也要主导台湾怎样去做自我防卫 所以说假如说 我们对于如何去保卫我们自己 我们没有自己的想法 没有自己想要进行的作战的方式的话 那很可能就会一直被美国牵着彼此走 对抗威权主义扩张 除了厚执自身实力 当然也必须加强与民主盟友的往来 然而在融入美国的整体防卫架构之下 台湾自身国家利益 也必须慎重考量 TVBS新闻理议华姑上军 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喔